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eky 這次我們來介紹Kamikab的1.12的一個角色 那這隻角色其實說真的我在鋼鐵人裡面完全沒有印象 雖然鋼鐵人裡面常常有很多隻是最後炸掉 那我們大家不知道 你可以看到它是NK23 NK23的部分跟另外有一隻好像是NK15還是什麼 我忘了型號,不好意思 那是長的一樣,只是塗裝不一樣 那它上面的塗裝呢 呈現的就是成於彌彩的樣子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配件 它附了8對手 那有兩個是讓你做發炮手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它 裝上去,因為這手有點小 稍微有特寫,讓大家看一下 好,你可以把它裝上去 這個 發炮手的 感覺,然後這是可以裝發炮的 然後還附了兩個是正常 發炮手,但是沒有 所謂那種 裝上發炮的感覺 好,所以它附的手勢還算是 蠻豐富的 手勢,那它的大小呢 基本上是十二分之一 所以就跟那種 SHF 萬代的這個 差不多大了 你可以 可以比較一下它的高度 實際上是 是差不多到,那當然它是 合金的跟萬代上面 所拿到的水準跟 質感差非常的多 可是重點是 高度是差異不大 那你可以從上面看到 萬代的高度 稍微還是比較高一點 不過 同樣都是以鋼鐵人來講 好,這是這一支 我們看到的部分 那它可動呢,跟前一支差不多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兩支的 差異跟塗裝 那從這邊你可以看到塗裝的 差異的感覺 一個是非常迷彩 那其實在這麼小支上面 塗這麼迷彩其實是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迷彩其實塗得蠻好的 然後呢 你如果把它丟在那種 像草叢裡面可能不容易看到 那這次的塗裝是消光的 你可以看到 那之前呢 是亮光有銀粉 這是這兩支 塗裝上最大的差異 那轉到側面 你也可以看一下 側面的比較 然後轉到背面 好,你可以看到背面的 部分 那開關呢 在這邊 所以 它打開之後呢 就一個開關 控制眼睛跟胸口會亮 所以我把兩個開關都打開 好 你可以比較一下 它亮燈的部分 然後這個可以掀起來 你可以看到 一個開關控制兩個部分 所以這兩支呢 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 兄弟肌嘛 塗裝不一樣 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它的 可動 所以我把這一支 先暫時放到旁邊來 那可動的部分 我們快速的 介紹一下 因為畢竟跟之前的 並沒有 多大的一個差異 那稍微特寫 讓大家可以看到 它更 算是精細的塗裝 那整支拿起來其實 還蠻有分量 因為它畢竟是合金的 而且蠻重的 然後 手的部分可動 大概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90度 那大幣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360度旋轉 都是ok的 但是大幣 那 腰部的部分呢 微微的 可做一點點 轉動跟前後 然後左右 然後它的電池 裝在腰部裡面 順利把它 拔起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電池開關 有插座 那這邊呢 可以自己把 螺絲解開 換 換電池上次的說明書有講 然後它有附一把螺絲旗子 算是還不錯 然後電池它也幫你裝好了 你也不用 額外再自己去 去裝電池 那這個是它 比較方便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呢 大腿 大腿算是這一支的 比較有特色啦 因為 這一系列它 大腿是可以往下拉的 好 就幾乎跟六分之一的鋼鐵人是一樣的喔 所以大腿的部分呢 你可以往下拉 可以得到比較大的 可動 你可以看得到 然後側面這邊也是可以 翻開 那前面這邊就 就不行了 不過往下拉 你就可以得到蠻大的 可動的部分 那膝蓋呢 比較可惜的是 只能到90度而已 不過這麼小隻 以這樣子膝蓋來講算是 還不錯啊 再彎大一點 超過90度啊 就是 差不多 110度左右 這是膝蓋的 部分 那 礙於盔甲卡住 所以它膝蓋沒有辦法再彎 更大的一個 一個角度 可是在特寫上面 你可以覺得它的迷彩其實弄得非常的好喔 然後 腳踝 腳踝也是有分 兩個軸向 而且 腳掌 好 這是可以往外拉的喔 如果拉太用力就把它拔起來 好的 裝回去就好 所以腳掌也有一個關節是可以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它有 裝回去跟往下拉的部分 可以增加腳掌的活動性 好 這是 腳掌的部分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隻的可動 基本上跟 前一隻呢 是一樣的 那只是在塗裝上呢 做了一個 比較大的改變 然後呈現迷彩的感覺 當然 塗裝是 鋼鐵設定裡面所設定的喔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個 迷彩的塗裝 然後還帶著墨鏡 有點像那種 那種野戰士兵的一種感覺喔 野戰士兵有戴墨鏡 或是 那種 有點像雷達偵測的眼鏡喔 好 那最後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這兩隻的特寫 那兩隻各有特色喔 一個是 消光的部分 雖然比較看不出 金屬感 但拿起來還蠻 還蠻有手感的 另外一隻呢 就是 它裡面是有銀粉的 所以在轉動你可以感覺得到 金屬塗裝的一個感覺 那這是這兩隻 塗裝漆的一個最大的差異 那最後呢 剛才在外盒你會看到它是日本 什麼日本國內限定販售版 那其實 台灣也有販售啦 有興趣也可以網路上找找看 那算是蠻特別的一隻 角色 好 那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名介紹 那有任何需要預訂商品或是 需要配合的廠商都可以與我聯絡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次的 TummyCab 1 2分之1的 MK23 那如果你覺得空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其實TummyCab這幾個系列 其實它做的細緻度 雖然活動沒有像6分之1那麼好 可是我覺得它的精度跟細節 其實都做得非常不錯 那是 在把玩或是收藏外帶都還蠻方便的 在這裡推薦給大家 好 那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CummyCab的 MK23的大人玩具開箱